好机友阿杰半夜开出 竟遇到了这么可怕的一件事 这晚十二点 阿杰准备去接一个顺路的乘客 想着接完这一单就下班 可走在路上时 阿杰忽然发现路两边都在烧着纸钱和元宝 还点着不少蜡烛 顿时就心里发毛起来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搞这种迷信的东西 真是华天下之大机 正当阿杰抱怨着 忽然几张纸钱从车窗外飞了过来 刚好贴在了阿杰脸上 顿时就吓得他胡乱一抓扔出窗外 灰气灰气 来到红绿灯路口 阿杰一看是绿灯 正想加大油门冲过去 早些回家可就在他快到路口时 忽然窜出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太太 只见那老太太颤颤巍巍的拄着拐杖 正在斑马线上慢悠悠的挪动着 阿杰赶紧踩住了急刹车 心里不免责怪起来 正这时 电话突然响起 接通后才发现 原来是乘客的催促 师父你到哪了 我都等了快半天了 还没来 马上到嘞 先生您先别急 挂掉电话后 阿杰心里愈加焦躁 但这老太太似乎故意气氛一样 越走越慢 慢得几乎看不出 她在挪动了 阿杰终于耐不住 性子了 连续按了好几声车喇叭 可老人依旧无动于衷 阿杰就冲那老人吼道 老奶奶 你能快一点吗 我要赶时间啊 那老人听后就回话道 年轻人 不要着急 我年纪大的慢慢走 说吧 那老人就抬起头 看向阿杰 可这一抬头 却把阿杰吓坏了 高冷预警 只见那老太太的脸上 残缺不全 有半张脸 已经腐烂 阿杰吓得整个人 傻在那里 再也动叹不得 正这时 一个刚下班的小姑娘 见状后 忽然跑到老太太身边 搀扶着老人 慢慢走过马路 随后 老人说道 谢谢你小姑娘 我已经等了 很久好心人了 说吧 那老人突然化作一团旋风 消失在了半分钟 小姑娘一脸诧异的 站在那惊呆了 此刻的阿杰 也目睹到了刚刚的一切 更傻呆呆地坐在车里 忽然 乘客的催促电话 再次打来 阿杰这才反应过来 就赶紧发动了车子 这件事过后的次日 阿杰去大师 那才了解到 原来 这老太太在几个月前 被一赶时间的车子 撞死在了 这个红衣灯路口 刚好昨天 是中元节 所以见到那老太太 再次现身也很正常 多亏了那小姑娘 才帮助阿杰 化解了一场无望之灾 并劝告阿杰 要尊老爱幼 并且要有耐心 之后 阿杰就找大师的吩咐去坐 结果半夜开车时 再也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